九 爱 都怨我太蠢了 你能原谅我吗 什么时候 请你来看看我的作品 并且一起讨论讨论好吗 毛威直接了当地一口回绝 我绝不会去看你 一切都结束了 难道你对我完全丧失了信心 是的 你品行恶恋 如果你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事 我一定努力改 对你的所作所为 我已经不再有什么兴趣 除了吃饭睡觉 以及像个艺术家那样工作之外 我什么事也没做 难道这就是恶劣吗 你管自己叫做艺术家吗 是的 真是荒唐 你这辈子连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呢 艺术家 难道意味着卖 我认为 艺术家指的是一种始终在寻求 但未必一定有所收获的人 我认为他的含义与 我知道他 我已经得到了他 我说我是艺术家 我的意思是我在寻求 我在奋斗 我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艺术中 不管怎么说 你的品行就是恶劣 你对我有所怀疑 你对我有所怀疑 外面有风言风语 你认为我在隐瞒什么 温森特在隐瞒什么 见不得人的够当 你疑心什么毛威 直说出来吧 毛威回到画板前 开始涂颜色 温森特转过身 慢慢地从沙地上走过去了 他是对的 外面确实是有风言风语 海牙的人知道了 他和克里斯汀的关系 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德报克 德报克突然来访 他那清秀漂亮的嘴唇上 挂着调皮的微笑 克里斯汀在摆姿势 所以他改用英语讲话 哎呀呀 梵高 他说 把厚厚的黑大衣脱掉 点起一只俄式长雪茄 全城都知道 你收养了一个情妇 我是从 韦森布鲁赫 毛威和特斯提格那里听来的 全海牙都为之震怒了 哦 温森特说 原来如此 你应当小心一点老伙计 他是城里的一个模特儿吧 我想 我认识城里所有的模特儿 温森特瞟一眼正在炉旁织毛衣的克里斯汀 当他坐在那里 眼睛盯着手里的伙计 缝制他的羊毛衫和围裙时 他身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朴实 亲切和自然的风韵 德鲍克把烟扔到地板上 跳起身来 我的上帝 他喊着 你该不是要告诉我 他就是你的情妇吧 我没有情妇 德鲍克 但是 我想 他就是你们在议论的那个女人 德鲍克抹去前额上的虚汗 仔细打量着克里斯汀 你他妈的 怎么能跟他睡觉 你为什么问这个 亲爱的老弟 他是个母夜叉吗 顶平常的母夜叉 你是怎么想的 怪不得 克斯提格那么生气 如果你想要个情妇 为什么不在城里 那些长得端正的年轻模特里 挑一个呢 那样的模特 到处都有 多得是吗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一次了 德鲍克 这女人不是我的情妇 那是什么 她是我的妻子 德鲍克 惊恶万分 吸了一口凉气 把小小的嘴唇紧紧抿着 你的妻子 是的 我打算娶她 天哪 德鲍克 惊慌 而又厌恶地 最后 最后瞅了一眼 克里斯汀 连大衣 也忘了穿 就跑掉了 你们 说我什么了 克里斯汀问 文森特 走过去 低头 忘了她一会儿 我告诉德鲍克 我告诉德鲍克 你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克里斯汀沉默了好久 他的手忙个不停 嘴巴微微张着 舌尖像蛇心子般的 不时飞快地伸出来 湿润着 那很快就变得 胶干的嘴唇 你真的愿意娶我 文森特 为什么 如果我不娶你 那我还是 让你独身一人更好些 我要经历一下 家庭生活的忧于喜 这样才能 以自身的亲身体会 画出关于家庭生活的作品 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 克里斯汀 当我去她家时 她们告诉我 她讨厌我 我的爱情 是真挚而强烈的 克里斯汀 而当我离开她家时 我明白这爱情 已经被扼杀了 但死亡之后 还能复活 你 克里斯汀 就是这爱情的复活 可你不能娶我 孩子们怎么办 而且 你的弟弟 也许 就不给你 寄钱了 我尊敬 做母亲的父女 克里斯汀 我们可以把新生的婴儿 和海尔曼 留在身边 其余的孩子 留给你母亲 至于提傲 是的 她也许会砍掉我的头 不过 如果我把实情 原原本本的血腥 告诉她 我想 她绝不会抛弃我的 文森特 坐在 克里斯汀 脚边的地板上 克里斯汀的样子 比起她 初次见到她时 好多了 那双忧郁的褐色眼睛中 戴上了一丝喜悦的神色 克里斯汀的全身 显现出 从未有过的活力 对她来讲 做模特并不容易 但她很努力 很耐心 文森特第一次 见到她时 她举止粗眼 而且病殃殃的 非常可怜 如今 她的言谈举止 变得沉静多了 她恢复了健康 得到了新生 文森特 坐在那里 抬头望着那张 留有痛苦印痕 并且显得粗眼的脸上 新添的一点妩媚 又一次想起 米时来的那句话 世界上 为什么还存在着 孤立无援 被人遗弃的女人 希恩 咱们要减省得过日子 尽量节省一些是吧 恐怕 我要有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收入 我可以接近你 直到你去 来一顿住院 不过 就不知道 你回来时候 我的情况 会怎么样 有 还是没有面包 然而 只要有一口饭 我就要分给你 和那个孩子 克里斯丁从椅子上滑下来 坐到他身边 两手抱着他的脖子 把头 靠在他的肩上 就让我 同你在一起吧 Vincent 我要求不多 即使除了面包和咖啡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也不抱怨 我爱你 Vincent 你是第一个 对我好的男人 你要是不愿意 也不必 非和我结婚不可 我愿意为你 改姿势 努力 干你要我干的活 只是求你 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头一回 这么快乐 Vincent 我不要别的东西 只要能和你分享 你有的那些 我就很快乐了 Vincent 感觉到了 那紧贴着他身体的 隆起的胎儿 热乎乎的 活泼又生气 他用手指轻轻 抚摸着他那张 纯朴的脸 亲吻着那上面 一个又一个的疤痕 Vincent让他的头发 披在肩上 用手轻轻地 把他那细细的发辫 解开 抚平 克里斯汀 把那张发红的 幸福的脸 贴在Vincent的 胡须上 温柔地 在他粗糙的皮肤上 摩擦着 你真的爱我 克里斯汀 是的 Vincent 真的 被人爱 多么幸福啊 这个社会 也许会认为 这也是道德败坏 那就让社会 见鬼去吧 克里斯汀 干脆地说 我要像个工人 那样生活 这样才适合我 你我相互了解 管他旁人怎么说 咱们也不必 祈求保持 什么社会地位 反正 我自己的阶级 早已把我排斥在外了 不管这个家 怎么穷 我宁愿在自己家里 靠面包皮糊口 也要和你结婚 他们坐在地板上 紧紧搂抱在一起 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温暖着他们 邮差的到来 打破了这令人心醉神明的气氛 他递给温森特 一封阿姆斯特丹的来信 上面写着 温森特 适才得惜 你的不名誉的行为 禁告 原定六幅画的合同 已经解除 今后 对你的作品 我将不再发生兴趣 柯 M 梵高 温森特的整个命运 全靠提奥 除非让提奥充分理解 他和克里斯汀的关系的性质 否则 提奥也会做出 应当断绝 这笔每月一百法郎补贴的判断 只要温森特能工作 只要他有克里斯汀的陪伴 即便失去了老师毛威 失去了画商 特斯皮革 失去了家庭亲友和同行 他也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 如果失去了 这每个月的一百法郎 他可就无法维持了 他给弟弟写了一封 充满感情的尝信 说明了一切 恳求提奥谅解他 不要抛弃他 每天 他都提心吊胆的 唯恐事情 落个最坏的结果 他不敢多订购绘画材料 怕将来付不起钱 也不敢着手画水彩 或者加快作画的速度 提奥提出很多反对的理由 但却没有谴责他们 他也提出了劝告 但没有暗示 如果他的劝告不被接受 他就不寄钱 在信尾 他说 尽管他不赞成这件事 但是 他请文森特放心 他还会像以前一样 帮助他 已经是五月初了 莱顿的医生 告诉过克里斯汀 他的分娩时间是六月 文森特决定 最好在他生下孩子之后 再让他搬来同住 到那时 他希望能把隔壁的 一间控房租下来 如今克里斯汀的大半时间 都在画室里度过 但他的东西 还留在他母亲那里 他们打算 在他的身体复原后 正式结婚 文森特陪着克里斯汀 到莱顿森棉 小孩从管上九点 到半夜一点 还没生下来 医生只好动用手术前 婴儿到一点也没受伤 克里斯汀可受罪不少 但他一见到文森特 就把一切痛苦都忘了 咱们很快又可以画了 他说 文森特站在那里 含着眼泪低头望着他 孩子是别的男人的 倒不要紧 这是他的妻子和婴儿啊 虽然胸口由于神经紧张 而痛楚 他还是感到快乐无比 他一回到深刻维格大街 就看见身为木材厂主的房东 站在家门口 把另外那所房子租下来怎么样 梵高先生 每周租金才八法郎 我准备为您粉刷一心 要是您愿意 根据您的爱好 选定一种壁纸 我可以去给您贴好 不必这么急 文森特说 等我妻子回家的时候 我才需要这所新房子 不过 我必须先写信告诉我弟弟 好吧 我还是要贴上壁纸 所以请您选定最喜欢的一种 即使您不租这房子也没关系 提奥几个月前 就听说隔壁的这所房子了 这房子要大得多 有工作室 起居室 厨房 套间 和顶楼的卧室 虽然 这所房子 比旧房子每周 要多收四个法郎 但是由于 克里斯汀 海尔曼 和新生的婴儿 全都得来 深刻维格住 他们是需要破房的 提奥回信说 他又提了新 所以文森特渴望 每月收到 150个法郎 文森特立即 把新房子 租了下来 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过一个星期 就要回家了 他希望 他一到家 就有一个温暖舒适的住所 木材厂主 从厂里抽了两个人 借给他 帮助他把家具 从隔壁搬入新居 克里斯汀的母亲 也来帮忙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